侯墨正在泡澡 幽灵镜突然出现 吓得他灵魂出窍 房间里经常发生诡异的事 镜子上写着救命二字 侯墨果断拒绝 丽莎说家里的电视坏了 总是重复一个节目 再换也是同样的剧情 睡觉时马基感觉被窝里有人 原来是老爸洗衣服时卷到了床单里 马基刚把他送走 一只看不见的手抚摸着侯墨 这种感觉让他欲罢不能 突然侯墨发现床飘在半空中 然后又应声坠落 全家人一起做驱墨仪式 侯墨以圣灵的名义让魔鬼现身 这才发现拿错了书 老爸关上灯 竟然是辛普森一家的灵魂 马基让侯墨抓紧驱墨 可幽灵妻子却爱上了侯墨 侯墨也同时喜欢上这个年轻丰满的妻子 两人竟当着马基的面打情骂俏 他不理解侯墨喜欢幽灵的癖好 马基打开家里的瓦斯 也想尝试下座幽灵的滋味 晚上侯墨在浴室洗澡 竟出现两个幽灵妻子 这时幽灵侯墨气愤的出现 侯墨也灵魂出窍 辛普森一家只剩丽莎和巴特还活着 下一秒巴特就决定先走 丽莎可不想独自苟活 他果断的跳出窗外 好家伙 竟然又是巴特的恶作剧 丽莎岂是好惹 他掏出巴特的弹弓 一记松果让他直接噎死 巴特比一的看着丽莎 这时变态杀手将麦奇也杀死 拖着三个人的尸体去熬汤喝了 辛普森一家团灭都怪好色的侯墨 马基逼着他二选一 新妻子已被侯墨迷的神风颠倒 原配妻子只有一个理由 不管侯墨至今为止做了什么 他都一直不离不弃 这些话把新妻子都感到坏了 辛普森两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突然三地版辛普森 火影海贼皮卡丘辛普森 以及无数动漫里辛普森一家齐聚一套 NOW